能调控情绪的人,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,圣言法师说,又得即是福,无尘即无祸,心宽受自言,量大致自愈,生活不是一发封设的,每个人都会有情绪,这很正常,但情绪就像水,一输不一赌,学会控制情绪,不能把情绪看得过重,也不能一味遏制情绪的产生。 零一人生不是用来发脾气的,拿破仑说过,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,比能拿到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,胡适学识渊博,风流体谈,如亚温和,而妻子将东朽相貌一般,十字有限,性额泼辣,按理这样的夫妻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。 可善于控制情绪,那胡适,每当遇到妻子母是怒吼之时,她就借口到厕所漱口,故意把牙刷刻进杯子里,把身边弄得很小,从而避免了正面冲突。 他们最终携手一声,本手到牢,张爱玲还夸奖说,他们是就是婚姻含有的幸福的例子。 俗话说,脾气人人有,拿出来是本能,压下去才是本事。 情绪平和是一种自行消化负面情绪的能力,不仅会让婚姻的小周避开个个暗交,而且婚姻的幸福指数还蹭蹭蹭的上升。 另二控制情绪,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人品,谁都有情绪的时候,而生活的高手,一定是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。 国学大师纪献林和张客家,曾在小饭馆吃饭发生的一件事,纪献林因为帮忙扶起一个摔在地上的孩子,而被孩子妈妈误以为欺负小孩,还被骂成,一个大人干嘛欺负小孩,要是我儿子受伤了,跟你没完。 幸好周围的顾客看不下去,指责女人瞒不讲理,是孩子自己摔倒了,这位先生好心帮你扶起他。 你不问青红皂白就骂人呢? 事后,张客家问季献林,你明明被人误解了,他骂你,你为何不还嘴? 季献林笑笑说,大家都看着呢,我何须解释? 情绪见人品,正如老话所说,在相肚里能撑传,你的情绪里,藏着你的气度和人品。 零散性命最好的方式不是养生,而是管理情绪。 罗伯怀特曾说,任何时候,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努力,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,而应该赶过来控制情绪。 中医也常说,过气伤心,胜路伤肝,悲痛伤肺,思虑伤疲,恐惧伤肾。 这正说明了,人的情绪,和身体健康密切相关。 比如工作压力大的人多半有肠胃疾病,好强而不如意的人一般有头痛,阔度焦虑的人容易脱发,经常生气的女性容易有限增生。 人的身体是一切的根本,脾气不好的人,一般身体也不会太好。 真正的养生,不是住好房子,不是吃保健品,而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 民似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,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均格有一个著名法则,生活中的10%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,而另外的90%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。 能调控情绪的人,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,请带坐家里鱼的方法是写字,云无怕痞,未有住书,忧急已消,怒急已逝。 正板桥是画画,当他受官场体压,郁郁不得之时,就提笔画足,画完以后,心里舒塌了。 同时,准备注意力,听音乐,跑步的,也都是调控情绪的好办法。 那怎样克服不了情绪的侵扰呢? 有几个小方法,帮助你调控负面情绪。 一,寻找原因。 当你慢慢不乐,或者忧心忠忠时,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原因。 一,爱睡眠充足,皮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罗拉德达尔教授的一项研究发现,睡眠不足对我们的情绪影响极大。 他说,对睡眠不足之而言,那些令人烦心的是更能左右他们的情绪。 三,亲近自然,亲近大自然一直被认为是放松心情,抚慰情绪的好办法。 著名歌手弗拉卡斯特说, 每当我的心情沮丧,一月时,某天去从事人林劳作,在与那些花草林木的接触中,我的不快之感也烟消云散了。 四,积极乐观。 我们心情的不同往往不是由事物本身引起的,而是取决于我们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。 五,进行冥想。 许多练习冥想的人旨在减轻压力、焦虑、贩怒及其他负面情绪,逐渐将冥想作为众多医学处风的一部分。 研究显示,冥想对控制焦虑、提高免疫系统,减轻足如高血压等状况有效。 冥想也被成功用于处理慢性疼痛,控制滥用物质,水虽柔和,却能滴水穿石,人若平和,定能春风化雨,披山作河。 让我们给负面情绪加固上一道滴吧,让自己从情绪的奴隶升华为情绪的主人,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